公元1937年9月25日 是震惊中外的一天 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 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 万元师团给打败了 直到今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都不会过时 平行关一战虽然规模不大 但这是我军出征抗尔的第一战 先辈们用自己的热血 鼓起了一段英雄诗歌 敢打必胜 这是林总队全体将士的一天定心计 接上期内容 老爷庙制高点已经被李天佑牢牢守住 然而日军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 发起了不要命的反扑 双方陷入了血战 日军之所以退出子弹 可不是发扬公平精神 他们是为了防止无伤到自己人 而对手个个都能拼刺刀 师团长百元征四郎大为震惊 他现在才明白 眼前的中国军队是八路军 老爷庙的战斗惨烈无比 九连的战士没有一个脑肿 多次血战下来 仅剩十几个人 但仍没有后退半步 然而我军是第一次和日军交手 并没有经验 虽然守住了老爷庙 但在处理日军伤员的时候 这些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 竟将屠刀伸向了我军的卫生员 简直是无可救药 这种侵略者就应该坚决的彻底消灭掉 之后林总调六八七团 六八五团 以及六八六团 三面合为日军 最终以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 坚敌一千余人 赢得了抗战的首胜 之后林总又命令六八六团 向西面的东炮池发起进攻 将两千多名日军包围在了东炮池一带 但由于严老心的十六个团 根本不动 让这股敌人逃走了 至此平行关战役结束 朱总司令亲自来到田县 向一一五十的将士们敬了军礼 使他们这些英雄见儿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伟大胜利 我军敢于抗日 更能打赢侵略者 这是七七事变以来 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说得再远一点 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 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 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 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 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中华民族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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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蒋得知这一消息后 急忙发去了嘉奖电报 而阎老心是追悔莫及 他准备出手了 在平行关乘胜追击 结果突然出了意外